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剑 给了佳音受养 你干什么你 娘 你干嘛打舒海呀 她真的是迫不得已的呀 娘 当初 我们俩真的是没有钱了 只有佳音有钱 可以给小剑治病 所以我和舒海 我们两个在 好吗 我孙子有病 你却瞒着我 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要切断我们唐家的血脉吗 你这么狠毒啊你 我当初来找过您啊 可是您不听我说话 你 娘 都怪我 跟素云没有关系 是我要让她带我回来 是我要等到中秋的时候把孩子接回来一家团聚的 您别问了 如果不是秋香来给我通风报信 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说来也奇怪 这秋香是个下人 他凭什么知道佳音的地址 还有 还有我孙子的下落 娘 娘 秋香就是佳音的干娘 干娘 秋香一说的孙子就是小剑 很好 你们这是一个一个串通外人来蒙骗我 杨素云 我很佩服你 你真的很有本事你 你现在告诉我 谢佳音在南京的地址 我现在要去把我孙子给接回来 娘 我也想要她在南京的地址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怨我 我当时是因为看到谢佳音哭了 我一时心软 我就让她把小剑给接回去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杨素云啊 杨素云 你要把我们唐家害到什么程度 你才善罢甘休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容认你 我不想再面对你 你走 你给我滚 娘 别这样 娘 您别赶我走 娘 娘 听不清楚是吧 娘 娘 秋香 别走 难道你要让我用扫把来赶紧走吗 娘 娘 你想让我走 我走就是了 你别生气 没事 不行 夫人 舒坏 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你 娘 怎么问你啊 娘 春香 春香 娘 还没睡呢 您别怪苏云了 也别怪佳音了 佳音也有她的苦衷 一个抢了你儿子 抢了我孙子的人 你居然还替她讲话 是这样的 小剑当时得了很重的病 如果没有佳音的话 孩子现在可能早已经不在了 再说 我跟那个秋香仪的儿子长得很像 所以佳音常常把我当成她 才会对小剑有这份感情不舍得她 等等 你的意思是说 佳音死去的未婚夫 是秋香的儿子 而且跟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 她的儿子叫陈志远 几年前 我曾经在白云寺遇到过她 确实很像 有时候啊 回想起来我倒觉得 跟大哥相比 我跟他长得更像亲兄弟 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 有什么好打紧小怪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秋香仪和佳音常常把我当成陈志远 所以才会对小剑那样难分难舍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 我累了 你出去吧 那您早点休息吧 嗯 秋香仪和佳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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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香仪的儿子叫陈志远 他已经不再认识了 几年前我曾经在白云寺遇到过他 确实很像 有时候啊 回想起来我倒觉得跟大哥相比 我跟他长得更像亲兄弟 我跟他长得更像亲兄弟 你是哪儿人呢 秋香是浙江丽水小嘎勒村的乡下人 会吗 天底下 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回想起来我倒觉得 跟大哥相比我跟他长得更像亲兄弟 没有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不会的 不会的 苏寒不是秋香的孩子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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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一斤够不够啊 我觉得差不多 实在不够啊 我再回来拿 整理好了 也差不多了 祖云呢 你这个包子摊儿啊 今儿个开张 老咕噜啊 送你一样东西 老咕噜啊 你就不用破费了 你就别担心他破费了 这铁公鸡能破费多少呀 春花 你说什么呢 这多少是我爹的一点心意 我就开个玩笑嘛 这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连夜说出来的 老咕噜 你这手还真巧啊 真好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好好吃 好好吃 宋云 咱们有名字了 客人就能记住我们了 以后要是再来的话 就找不到我们了 你的意思是 以后我们的包子摊儿就叫好好吃包子摊是吧 对啊 现在小姐是丢了 但是我要收拾心情 好好做生意 等赚到钱 我才能也去南京找小姐 好嘞 我一定要找到她 欢迎下次光临啊 多凉了 又香又好吃的包子咧 好好吃包子 好啊 这个赶快交给我啊 我让你去跟宋云离婚 你怎么还没去办 你要是再不去办 我自己写修书 花钱登报 好啊 哎小唐 总经理让你过去一下 哦 好 哎哎哎哎你们看你们看哎谁画的啊 哈哈哈哈 小唐画的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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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画的画的好不好 哈哈 May I have a look 可以 这上面写的什么 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我让你回来上班 是希望你能戴罪立功 你成天这样宏不守舍的 我还能给你机会吗 把这公文重新写好 把他拿给我 是 宋经理 哦 是他 这是随便画的 不好意思见笑了 哦 魏会计跟你说件事 请问一下 我可以做一个照片吗 是我画的 我来说你 画画的 这边请吧 给小唐赶紧办 好 快点啊 是啊 我是从小学画画的 老魏这怎么回事 他和华先生在谈话 不敢公事即敢私事 华先生 你好啊 你好 你真的可以免费免费吗 好 可以 只是怕您不喜欢 当然我会喜欢 你只是做职业 来到我家 帮我一个照片 没问题 如果你做得很好 我会介绍你很多人 我批识你会非常有名 好 谢谢 那就好 再见 再见 高先生 我需要你帮忙 你能不能马上来医院一趟 我高丽博 就能成为真正上流社会的人 这可是有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身份 我得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高先生 高先生 你总算来了 保弟他没事吧 昨天半夜里突然发了病 他现在还在病床上 刚帅长 医生说要紧急动手术 可成功率很低 我恐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一动手术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放心 我赶过来了 一起有我在 陈女士 这个孩子的情况 越来越不稳定 你考虑好了吗 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医生 这是我儿子的命啊 医生 现在是不是除了做手术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救治孩子了 是的 好 建议 当机立断吧 现在只有做手术 才能就会保定一命 你必须做出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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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张德签字 好 谢谢 不用 走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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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娘的病怎么样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娘 大夫说没什么 多吃点药就会好的 我自己的事 我知道 说话好神 您就歇着吧 娘 你听我把话说完 就想你家的我们陈家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娘对不起你 你还记得你生的第二个孩子吗 娘 你别说了 那个孩子也怪可怜的 刚出生就没有了 迟华告诉你 你当年生的 是白白胖胖的一个小子 他没死 是吗 他没有死 快帮我走 快帮我走 走吧 快走吧 来 你去找我那孩子 二十年了 我说哪儿去找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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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放开 这是 掉下来的手柔绝 娘 娘 娘 你醒醒啊 娘 娘 让我第一次睡会儿吧 我们出去 青条跟血压都恢复正常了 算是脱离危险了 这下我是真的很开心了 累了吧 昨天从宝地进手术室开始 你就一直陪着我 一宿都没有合眼 我很过意不去啊 只要宝地没事 我就没事 对了 我要赶回上海几天 我会尽快地办完事情之后 回来陪你和宝地 好吗 不用特地赶回来陪我们的 高先生 能不能别叫我高先生 叫力博 高先生多生分 好 佳音啊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在你和宝地身边 一直 一直 很快 今天邀请各位姐姐来聚餐 这一来是为了庆祝咱们股票大卖 这二来是为了给大家报个喜 我教老爷高生了 我教老爷高生了 恭喜你了 恭喜 恭喜你了 来 好呀 好呀 你也买股票了 其实我呀 这在座的呀 除了你以外 除了你以外 大家都买了 就是啊 满青 咱们这一次可算是跟对时机了 咱们这几个没有一个不赚钱的 你呀 你怎么不跟呢 真的太可惜了 是啊 股票这东西我也不懂 有啥不懂的 找到小高就是了 兔子跟着月亮走 准没错的 胡说大高 谁的意思 来 唐夫人 我敬你一杯 恭喜你了 你看看 我又没跟着你们买股票 又没赚什么钱 你还恭喜我 存心取笑我吧 咱们是好姐妹 我怎么会取笑你呢 告诉你呀 你那个亲家不成 成仇家的董事长 徐董事长垮了 你说的是 开清风钱庄的那个徐家 除了他还有谁呀 唐夫人 我可告诉你 他们家仅剩的两间商铺 都急着脱手求献 我要是你呀 逮着这个机会 狠狠地把他吃下来 就是了他说的没错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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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来看您了 你来了 小翠 你先下去吧 是 昨天我才通知你 说宝弟出院了 这么快你就来看他 宝弟出院了 当然要庆祝一下了 我看一下宝弟 不着急 他才刚睡下 南京上海两头跑 也够你累的 坐下歇会吧 送给宝弟的 真可爱 不看报纸我还不知道 原来我耽误了 这么一个大忙人的 宝贵时间 你不知道吗 自己看 现在你已经成了 古世名人了 高先生 这些记者啊 真是没什么可写的了 哪我烂鱼充数呢 其实厉薄我在想 我手上呢 也是有一点先钱的 要不你也帮我筹划筹划吧 恕难从命 为什么 简易 你知道吧 投资是有风险的 只要投资就有赔有赚 我不像我们之间 有了金钱关系之后 我们珍贵的友谊 就不那么单纯了 我不像这样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你担心的事情呢 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既然愿意 让你帮我这个忙 就是因为 我百分之一百地相信你 不管是赔还是赚 我都愿意承受 好吗 我 好不好吗 那行 恭敬不如从命 就这你说的吧 放心吧 交友 最好 nighttime 来 大家 多语 我们 看起来 来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很快要请我喝喜酒的吧 看来姐姐心里还有我 别自作都情了 谁心里有你啊 那就好 你能看破红尘 看破秦官 你看这样多好啊 我们可以做普通朋友啊 是啊 我现在只想当好一个母亲 看来你刚刚讲那句话是等了很久了吧 安晴 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不好 有些事呢 只能你做 别人做都不行 你真得改改 要不然以后没人敢跟你交往了 那这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随便跟人家交往吗 好好好 那你坐下 姐姐 算我说错了行不行啊 好吧 我打喊我自己 当我放货 不是 安晴 你来 你说说正事 找我什么事 你通通帮我拿去做投资 别了 你看 我们曾经为了钱特别不愉快 这个就不要再掺和了吧 我知道 我过去是太急功近利了些 老是有意见 这次不会了 我什么都疑你 你说了算 不急了 你看虽然我们不能在一块儿 做不了鸳鸟 但是毕竟朋友一场 我奉劝你一句真心话啊 你们老唐家现在已经没有源头活水了 就这么点钱留着 饱本吃 别做投资了 冒险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要不就不大的 喂 您好 是 我是唐书涵 高雄啊 是吗 您过奖了 过奖了 对会儿有空吗 有空 有空 好 我一定准时到 高雄 请问您是在哪儿见到我的作品呢 不知道唐兄还记不记得八方雅集 八方雅集 我记得当时在八方雅集第一次看到唐兄的作品 我真是一见清晰 我当时特别想认识唐兄 但是一直杂事缠身 没能完成 我有个观点 我不知道唐兄认不认可 实际上 艺术有收合商品 它们是需要宣传和融合的 我觉得唐兄的作品虽然具有爆发力 但是缺乏宣传和炒作 所以才被门目至今 高雄 您今天的意思是 主动请英想帮你唐兄完成这件事 当真 谢谢高雄上师 在下真是感激不尽 不过我们苏妹平生怎么好劳烦你 是这样的 唐兄 能帮一位艺术家完成他的梦想 是我高雄仁的兴趣也是我的如性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把它交给我 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报界 但在金融界有一定的人脉 可以吗 真是想不到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合作愉快 那里面之后 我是上班老师 那里面之后 那里面之后 你才能够路 我并想到你花了 那里面之后 你会感觉到我 你叫怎么能够到你 这洋行不是给你升职了吗 依我说呀 就应该一心一意地在洋行里上班 这画画能有多大出息呢 赚不了大钱 对了 娘有好消息告诉你 之前娘不是有一些投资亏损的吗 都翻本了 而且还倒赚了钱呢 太好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跟素云的离婚办得怎么样 娘 您能别逼我吗 我怎么就变成逼你了 当初是谁 四起败猎要娶这个吐了巴基木不吃丁的女人回家 我 就因为你 让我们得罪了徐家 和徐家反目成仇 让徐家处处害我们 到现在 我们家都缓不过气了 你还好意思说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拜那个杨宋云所赐 是 我也不跟你多说 反正 你给我好好想清楚 娘刚说的哪一点是错的 好 你们 你好 高雄啊 真的 抓紧坐啊 好 魏兄啊 是这样的 我有点急事 需要请半天假 一会儿总经理来了 你帮我等一下 没事 这里有我啊 去吧 谢谢 谢谢啊 这小桃 怎么上班时间外出啊 人家是有后台的 腰杆硬得很呐 你不要管这些了 做事去吧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就是 发生了 这大一天 只是 我没事 我真的 已经 韩子 你 我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还能有唐夫人更懂生意经呢 你说是不是 要我说呀 你们两个别逗嘴了 快去看看 那个好好吃包子摊 怎么排了那么多人呢 这人多呀 就表示味得好 走 咱们看个热闹去 走 走 有时候小摊也很好吃呢 好了没啊 姐 久等了 几个 唐夫人 那个卖包子的 不是腐生的二少奶奶吗 你看错了吧 我怎么会看错啊 你们等吧 你打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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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队啊 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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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你还能让我们几个拍队啊 谢谢啊 白太太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呦 你这兄弟好不是吗 哎呦 你们也来吃我的包子啊 是 等一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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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别急啊 我怎么有钱呢 帮我怎么快点啊 你认识啊 那是 哎 你尝尝 好吃呢 哎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哎 有饭啊 味得不错啊 再两点菜 来点 好好好 杨苏云 你在干什么 快点啊 这 你在干嘛 是这是 什么意思啊 就说 娘 这么夜来了 哎呀 来来来 哎呀 哎呀 尝尝包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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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哎呀 我说 唐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已经把苏云撵出家门了 你 你还有什么资格这么对她呀 哎 慢轻啊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上媳妇本事大 当街卖卖包子也没什么嘛 有人喜欢吃大三元 也有人喜欢吃路边小摊 你们说是不是啊 对啊 白太太 你说的太对了 我的包子好吃 她们都喜欢吃呢 是不是啊 是啊 你看 是 娘 我 给我把摊子收了 跟我回去 收摊 不行不行不行 娘 我所有的本钱都在这个摊子里了 等我卖了包子挣了钱 我还要去找小剑呢 这摊子我绝对不能收 就是啊 唐夫人 你要耀武扬威呢 请回你的唐府 再说了 这个摊我也有份儿的 我看谁敢让我们收摊 嘘 好 你们不收拾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啊 干什么你啊 在这儿欺负人啊 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我叫顺子 俗话说得好 好难不跟你斗 不过我告诉你 只要我顺子在的地方 就不许你欺负他们 天啊 就是啊 你在这里耍什么哼啊 告诉你 我们可不怕你 你们唐家不把宋云当人看 我们可是把宋云当保啊 来来来 你们接着卖包子 卖包子卖包子 太好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开好队开好队啊 来 不好意思 来来老将 开好队 娘 杨宋云 你真险啊 淑寒还没有修了你 居然就有个男人替你出头 别急别急啊 我也想要 真漂亮 我 我哪儿不要脸了你啊 不要脸着呢 我也给你脸了呀 刚才他们几个人 他们买包子 我都没有要他们的钱啊 是吗 而且他们也没有排队 对不对 好啊 你在这里给我装疯卖傻 谢谢啊 你等着 好 慢走啊 不送 不送 来来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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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总经理都找你好几回了 我都快挡不住了 进来 总经理 您找我 上班时间 你跑哪儿去了 我刚才有点私事急着去办 上班时间 你竟然办自己的私事 你是不是不想断我洋行的饭碗了 你听我解释 总经理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真是太不像话了 本来你就是多余的 你现在还给我闹出这么多事 总经理 您觉得我这么多余的话 我主动辞职就是了 你 好啊 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 要走轻便 哎 情况怎么样 我不干了 哎 怎么不干了 您是唐书涵先生吗 哦 我是 您是 我是西风画廊的 我姓陈 陈先生您是 这是我的名片 西风画廊 我在南京开了家画廊 我很想跟你合作 谢谢啊 嗯 希望你能加入啊 哎呀 你怎么搞的 你给我把杨豪的金饭碗给辞掉了 哎 娘 您先别着急 已经有位买家要对我的画了 我的画马上开始要卖钱了 哎呀 你呀你 你这是从来不请我画 你那些画能当饭吃 能养家糊口吗 你真是存心要气死我啊你 哎 我就没见过 像唐家老太婆这么霸道的女人 她不让你住在家里也就算了 怎么 还不让你摆摊 自己赚钱过日子 她想怎么样啊 把你饿子就趁心了 昨天哦 要不是有顺子在 咱们连这龙屉都保不住 哎呀 你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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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了 妈 你手底下快点 赶快帮我把包子弄好了 早点卖包子才是真的 我这不是气不过吗 真是 素云 素云 你怎么来了 你要干嘛 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嘛 娘闹完了 轮到儿子来闹了是不是 哎呀 干什么呀 我男人来看我不行吗 哎呀 你 哎呀 打死来是一家人呢 去 那本来就是一家人 怎么了 哎 素云 我要去一趟南京 去南京干什么呀 哎呀 这个家我可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都快痛苦死了 难得有位陈先生赏识我 邀请我去他 开在南京的画廊工作 真的 哎 可是娘能让你去南京吗 我没打算让她知道 娘让我跟你离婚 我绝对不能答应她 那你说呢 你跟我吃了那么多酷 付出那么多 我唐淑涵不是没心没肺的人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哎 我来是问你一下 嗯 去南京这事儿 你支持我去吗 那还用问吗 我当然支持了 永远支持 嗯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去了以后啊 好好干 闯出一点名堂来 我就回来把你和婷婷接过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分开了 嗯 说得比唱得好听 希望你永远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努力 好吧 不用管他 你放心去南京吧 如果娘那边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回去帮忙的 素云 哎呀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elementos 帮忙的 都怪繁除我 Obi 我看你 把你量挡回来 然後全能为战 可怕 那个也算是 我先得 gorgeous wen 要是想得多少 laquelle那比儿 特别是摩ond 还有离开了 受养儿子 受养儿子有什么用 这么多年的恩情 说走就走 真让我心寒 夫人 二少奶奶来看你 娘 下去 是 你来干什么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不是 我知道 舒寒他去南京了 我怕您心里面觉得空落落的 我来看看您 你好阴险 我让舒寒赶你走 你竟然挑唆舒寒 离开我 你好敢躲你